咱们是越大越值钱吗 一个四五个越大品相一般的狗 和一个两个越大品相极品的狗 它们年龄相差两个月 而且价钱小的贵大的便宜 这两个你会选择哪一个呢 嗨大家好我是小跑 今天咱们再来补充一下狗是否越大越值钱呢 我给大家分享一些真实的案例 有网友问我价格 我说了之后他说问这狗多大 我说两三个月大 他就说两三个月大就这么贵吗 好像在他的观点里 这个价格是根据他的年龄来判断的 而不是根据这条狗的品相好坏来判定的 就好比这个狗四五个月大 我们暂且先称它为狗A 和我身边这只狗两个月大 两个多月 我们暂且称它为狗B 狗A价格1500 狗B价格四五千 打比方说啊 如果让你来选的话 你会选择哪一个呢 想必大家心中都有答案 当然也有的网友确实是预算不高 那没办法 可能你因为价格问题而妥协选择了狗A 但是你不得不承认 还是狗B好 虽然他年龄小 等到他们两个都长起来了之后 你就会发现 你多花他那几千块钱 还是不亏的 所以说年龄并不是区分价格的关键 品相才是 我上期视频也说了 有的狼王的直系后代 一落地 那就是上万 有的品质差的狗 长到半岁 还卖不出去 那也长不出来成色 为什么卖不出去 那也是有原因的 也有的网友说了 喜欢才有价值 对 喜者千金不贵 厌者分文不值 你把一个狼王的直系 一条品相非常好的狗 给一个讨厌狗的人手里 或许白给他他还不要呢 他还嫌照顾他麻烦呢 也有的网友说了 有些大狗确实是值钱 什么大狗呢 那就是赛场上拿过杯的大狗 狼王VA 那些狗 确实会随着他的名气越大 年龄越大 越混越值钱 也有的网友说了 养久了就值钱了 没错 当你跟他培养出感情了 当他跟你成了朝夕相处的伙伴 成了不开心时候的治愈 成了你开心时候的分享 即使他品相一般 即使他血统不纯正 但是他在你心里 抵得过任何狼王VA 抵得过任何血统高贵 他在你心里 就是个无价之宝